Java里的Primitive数据类型转换 我们把一个短的数据类型转换成一个长的数据类型 直接转换就可以了 当我们要把一个长的数据类型转换成一个短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得强制转换 当我们要把一个对象类型转换成一个Primitive数据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得借助于系统提供的函数来实现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实际的应用吧 Java的Primitive数据类型转换 把一个较小的数据类型复制给较大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我们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当把较长的数据类型复给一个较小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得通过强制转换才可以 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Long类型的变量Y 它的值为42 接着我们再定义一个Integ类型的变量X 我们直接把Y复制给X 这时系统就会报错 不能通过变异 我们就得通过强制转换才能把Y复制给X 当我们想把一个Stream的数据类型复制给Primitive的数据类型时 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内置的类来实现 比如我们现在要将一个字符串 Long类型的转换在这里呢我们的练习代码是要将一 先将一个Long类型的数据转换成Sortage形的 然后呢再将Flow的类型变成Integ形的 最后呢将一个Strea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Integ类型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呢 在Mate函数里先有一个定义了一个Max 它是Long类型的 我们先给它负值3000 然后在这里呢将这个Long类型转换成Sortage类型 然后打印出来我们看看结果 我们在这里接着定义一个Sortage 然后通过这个在Max前面用括号 加上一个括号 括号内部呢标上这个Sortage类型 表明我们要把这个MaxLong的数据类型 强制转换成Sortage类型 接着呢我们在这里进行输出 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的代码 这个Flow的类型 在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Flow的类型 给它负值5.123 然后F代表是Flow的类型 再接着呢我们在下面 就是要把这个Flow的类型F 强制转换成Integer类型 也就是在F前面加一个括号 括号内部有个Integer 这个代表了把这个Flow的类型 转换成Integer类型 再接着呢我们在下面这里 看到有一个Stream的 它定义了一个Number L等于23用字符串 用个双括号把它括起来 然后我们接着 在下面定义一个Integer类型N 然后调用这个Integer 这个类 这个类是Java的内部的类 内置的类 然后它有个静态的方法 就是ParseInteger 然后内部呢接收一个 Stream类型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现在我们给它传一个10参 23也就是Number 接着我们通过这个函数 把它给输出来 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我们看到代码里输出来的这个类型转换之后也是3000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Flow的类型转换成Integer类型 它已经被切掉了 因为Flow的它有很长有小数点 Integer没有小数点 所以它只反一个5 然后转换之后的Number类型呢 它就转换成23 相当于一个把一个字符串 转换成一个整形 这就是Primitive数据类型的转换 感谢观看